官商勾结的问题 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很多年 它不仅仅是一个权力寻租的问题 它现在已经发展到 有一个时效性的问题 这个情况我们在 一百五十年前在清末也出现 那么很多人 很多家族通过这个集资去买官 完了以后呢 他们根本就不想到 对官员的考评 以及能不能 升任 更高一级的官职 他们只是把买官投资的钱 收回来 获取更大的利益 这种情况 它不仅仅是官商勾结 而且它在设定的 有效的执政期间 它要大肆地攫取利益 所以我们听到了一句话叫 三连清支府 十万雪花银 官商勾结 它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 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损害了国家 以及公众的利益 那么更深一层地说 它导致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官商勾结最大的特点 是商业资本收买权利 权利呢 向商业资本寻租 我们举一个例子吧 我们都知道各地 都有一些邮政 那么邮政呢 他们自己组建了邮政物流 我们知道邮政它属于一个国家 公共事业的一个部分 打个比方说 从苏州邮政局 开往南京的 一辆邮政卡车 它运载的是邮包 但它回程的时候 它带的极有可能就是货 邮政车辆 除了烧油以外 它没有任何成本 它没有过桥咕噜费 它是免费通行 那么你正常的物流公司 怎么去跟它进家呢 你没有办法去跟它竞争 这种情况 我们在大型的超市物流中 经常能遇到挂着邮政的 这么一些相识货者 它就严重地冲击了 正常的物流企业 其他的更加恶劣一些的 包括军车这一类的 我们就不谈 竞争 没有公平 这么一个约束 它就进入了一个无序化 我们知道 这个国家在双轨制的发展过程中 它不仅仅在商业领域里是这样 官员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很少见到类似的国家 其实它很中国 每一个家族都安排 一部分子女去经商 另外一部分子女去从政 现在已经演变了 不仅仅是 红二代的问题 很多商业家族 也开始这样去做 那么他们不把 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有人从政 有人经商 这种戏码呢 有些人玩得比较好 有些是技巧 有些是因为家族的原因 那么更多的人 被拎出来 因为政治上站队的错误 所以被当成老虎去打 我们最近几年看到了很多 所谓的草根阶层 爬起来的这些官员 因为他没有更强力的家族势力 作为支撑 没有红色基因 所以他们不管爬到哪一级 都是不安全 从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 各地的党政部门 都开始进行了分工包干 去造商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见到了 很多 这些由党政 领导干 对口的一些企业 他们获得了更大政策支持 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 它可以挑战 甚至可以践踏当地的一些政策 那么也有一些呢 是利用党政一把手的 对城镇建设发展的这些信息 依靠这些信息来挣钱 比如说 在地铁 站点的附近 在政府没有公告之前 去收购一些地块 注册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 然后他根本就不去经营 那么地铁项目一宣布 他就开始转让企业法人 说白了 他就是把这棵地卖 但是他以参口的名义 他资本不够 他募集股东 这很正常的 那么在募集股东的过程中 他变更掉法人 自己吞出去 换取现金作为回报 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在全国都有发生 那么有一些矿产 尤其是 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比较热门的 类似于像煤矿这一类的 领导干部的亲友 甚至领导干部自己 去拿干股 这也是比比皆是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 以前有过一个所谓的59岁现象 就是官员临退休的时候 最后老一半 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现在大多数官员 从他坐稳了位置以后 他就开始贪 他根本就不顾忌 因为他知道 有权不用顾忌作废 那么很多人 他不仅贪 而且呢 因为在商业上 他没有自己的独特的眼光 或者说圆滑的手段 那么他们导致了一些 矛盾的密集的爆发 甚至引起了一些 社会上的矛盾 这种情况呢 现在也是越来越多 因为官商勾结 他本身就加重了 贫富的两极分化 致使社会矛盾突出 我们看到现在每一集 都出现了这个情况 不管是县里 市里 省里 还是中央 因为我们看到 大型的企业 哪怕就是挂着 国企的牌子 有很大的一部分 它出现了皇上 就是类似于几个 郑国级的干部 他们使用的一些 家族成员 或者是纯粹的 职业经理人 我们通常把它 称之为叫白手套 那么有许多人呢 不太了解中国的政治 以及中国的 官商之间的 这种根底 其实所有能挣钱的行业 它的垄断 是随着这些 领导的根底 那么皇商 也会出现变化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典型的叫 一朝天子 一朝朝 不仅仅是官员 其实皇商也在变化 打掉苏永康家族 周永康家族 那么石油企业 是不是就对民间开放了呢 没有 另外的家族 他就替换上来 包括三聚情安 出现了奶制品的问题 垄断全国奶业的 这么几个家族 受到了打击以后 是不是就不存在 垄断问题呢 还是存在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说 各领风骚三五年 能混到十年就很不错 我们现在知道 全中国最牛的车企 并不是一企二企 而是吉利 他们不仅把沃尔沃 收购金 造了一个吉娃娃 他们还在收购奔驰 据说还成功 习近平的姐夫 在盖房子 据说雄安新区 很大的一片 新的检测工程 都是他们在占预 甚至宣布设立雄安新区的时候 人家的楼盘都已经盖好 后知后觉的 始终是底层的民众 不管是哪一级的官员 现在他们都在抓住 自己执政这么几年 在自己的地盘上 去尽情的攫取 甚至有一些城市 连地砖都是专卖的 人行道 包括盲道 上面铺的地砖 除了他以外 别人都不寻爱 我甚至见过一些小县城 很小的县城 他们一张二纸办的条子 就能让几个 县处级干部的子女 去尝试一下商业活动 比如说批一块地 或者说改造一个商业节 那么银行贷款 批地 电资建设的工程队 以及售楼的 这些方案策划 售楼小准 都是免费的 整个一套流程操作下来 也就一年多的时间 一张二纸办的条子 就能变成一栋楼 就整个小区 它卖了以后 它留有一栋楼 作为它的净利润 一年多的时间 它就能挣到几千万 我见过的这些人 刚起家的时候 连开的轿车都是借来的 但是一年半以后 它名下就有三四辆 上百万的豪车 这只是县处级的子女 那么 更高一级呢 他们把子女送到国外去留学 完了以后 很大一部分就不回来了 他们在国内做官 有很多人 甚至已经是裸官了 一个家庭 除了他本人担任公职以外 其他的成员 都已经是外界了 这种情况 在清末 尤为突出 清末有很多官员 他们就只想 再干几年 就不干了 他们根本就不需要 任何搞病 他们也不在意民众的呼声 他们把这来的钱 全到洋人的应用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世纪末的乱象